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 在已经过去的2018年中,有许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,被观众大家称赞,其中,江夜就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。 虽然江夜仅仅是网播没有上星,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大家对剧本身的喜欢。 因为江夜本身是一部网络小说,而想要将一部网络小说影视化,还是有非常多的困难。 豆破苍穹的改编,就没有获得观众们的认可,甚至还出了豆。 之间的标系也成为了江夜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。 可是就在大家还意犹未尽的时候,江夜第一季的播出,便以命缺击败夏侯草草结束了,后面的故事也只有等到第二季的时候才能够看到。 但是第二季的男主演,却由陈飞宇换成了王鹤帝,这是让很多人都始料未及的。 虽然主演由陈飞宇换成了王鹤帝,但是这也并没有影响,大家对于江夜第二季的期待,相信王鹤帝能够在第二季中的表现会更加的精彩。 从官方的定装照中能够看出,王鹤帝扮演的宁缺还是非常帅的,在外形上网友们给的评价非常高,不过在看了王鹤帝的拍摄花絮之后,就更加喜欢王鹤帝的宁缺了。 因为江夜中的动作戏非常多,所以演员都要提前将动作排练一遍。 在网友看了王鹤帝这段打戏花絮之后,纷纷表示,自己被王鹤帝征服了,因为真的是太帅了,动作戏镜头比定装照要帅上许多。 而且在气质上,与第一季的男主陈飞宇相当,两个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主角人选。 可见王鹤帝在江夜第二季还未播出的时候,就已经俘获了观众们的心,期待王鹤帝能够在江夜二中,能够有更加优秀的表现。 对于江夜二的播出,已经有很多观众,都快要迫不及待了。